美国对这次选举里头的介入是台湾选举上没有过的 以前我看过很多选举 美国的介入大概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介入民进党的政策 介入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你不可以自己私下签两岸和平协议 要经过我同意 然后呢民进党就是什么 你不可以给我宣布台独 你不可以主张统独公投 国际政治里头 台湾就是一个他现在拿来玩 然后呢可以制衡 大陆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一个地点 所以他希望这个上台的政权对他是有利的 而不是自己失控会跑去跟中国打大陆打交道的 对他来讲整个国民党呢 大致上他认为是失控的 至少没有民党会听话 民党听话倒不只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完全听他的话 民党听他的话听到可以去搬走第一个TSMC就是台积电 搬到Arizona 所以民党听话到这个程度 当然希望是民党继续执政 这对他是有利的 这个地方是推荐的 这是人党续执政 这对抽类的 和声音